东方你好 东方听得见我说话吗 东方你好 听得见我说话吗 你好 我听得见你说话 请你给我回顾一下 今天这个薄熙来审判的一个大致的过程 有很多精彩的看点 请你帮我们回顾一下 是 今天的庭审进行到第四天 那么今天上午呢 仅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庭审便结束了 是早晨8点40左右 那么11点08分 控便双方举证 致证能完毕 然后审判长呢 确认双方有没有再有新的证据提交 那么双方都说没有证据了 就就这些证据 从明天开始 双方开始辩论 这个控方和检方开始辩论 那么11点11分 1111 审判长一声法锤 宣告法庭调查结束 休庭 明天上午8点30分 审判继续进行 当他说到这个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外媒记者呢 可以说是一片惊呼 因为这场世纪大审判呢 将进行到第五天 也就是Day5 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那么薄熙来今天呢 在法庭上呢 穿了一个夹克衫 是标准的中国高杆的官服 现在呢 他们不穿那个领带 不搭领带 不穿西装 而穿的白衬衫 外面呢 是深色的夹克衫 这也是中共高杆外出 或者到富有的视察时候的 这种标准的装束 那么今天的主要的亮点呢 是持续昨天的高潮部分 也就是薄熙来和王立军 仇人相见 增外眼红 那么在这个 在情审里面呢 薄熙来开始这个 骂王立军 不急啊 王立军呢 先称自己呢 是薄熙来案件的被害人 他不仅是个证人 还是薄熙来案件的被害人 每一句话都指向这个薄熙来 而薄熙来呢 今天是怒斥着王立军啊 品质是极其恶劣 说他当场造谣 试图把水搅混 认为呢 他把这整个的事情 认为是谷开来和王立军 把他搅坏了 那么不论是谷开来和王立军的关系 还是对王立军身边的人啊 那些他的所谓侄子 什么他那下属的那些审查 都是呢 这个 一场闹剧啊 与薄熙来自己呢 毫无关系 薄熙来呢 攻击王立军的这个话呢 有很多 比如说他 此人啊 品质极其恶劣 一是当场造谣 二是麻醉脚风 这种人作为重要的证人 到法庭上的举重 肯定是有失法律的公信力 这时候审判长不得不打断 他说薄熙来啊 你要注意啊 被告人要注意 王立军是应你们啊 控辩双方的要求 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的 你现在说他出庭作证 有损法庭的公正力 你这个话不妥 那么薄熙来的今天的战略呢 主要是把自己啊 和谷开来的杀人案啊 分割 另外把这个 他他现在主要变的是滥用直权罪 也就是啊 也就是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集中在他开除了王立军的 解除了王立军的 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职务 开除这个职务呢 需要公安部的批准 他每等公安部批准 他就把他的职务开除了 这个呢可能甚至是涉嫌滥用直权罪 那么还有一个坑点呢 就是说在他解除王立军罢免 王立军四川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的时候呢 牵涉出了江泽民 江泽民的妹夫叫陈存根 那么法庆上呢 没有直接点陈存根的名字 而只是陈某某 当时这个陈存根呢 也说陈某某吧 我们就按照法庆上文件说 这个陈某某啊 是当时的重庆市的 主管干部的组织部部长 监视委常委 那时候官设挺大的 那么免除这个公安局局长职务 必须经过陈存根的批准 那么薄熙来的庆审呢 说我给陈某某讲过 这个陈某某呢 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啊 重庆市是为组织部部长 也是这个江泽民的妹夫 那么他说陈某某 陈某某讲过了 这个陈某某当时表示呢 这个干部交流是党的政策 交流一下也好 让改变一下王美军在四川省啊 在成都市啊 在重庆市的这个市委负责的负责的东西 那么关键呢 是陈某某当时呢 也提醒他 说这个解除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啊 那么需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也就是说需要公安部批准 薄熙来说呢 啊不错 他提醒我 但是呢 我说我当时就说 那么好 同意 那就按程序办 你办吧 不过陈某某呢 接着就给薄熙来说 当时薄熙来没下台呢 说咱们有咱们的特殊情况 也可以呢 积极的工作 当时审判长就问你 积极工作是什么 他就说咱们的游游王立军 他有神经病啊 他压力大啊 我们就解除 打黑这个啊 打黑得罪了很多人 他想换一下工作 早就说换一下工作 所以呢 这个 就解除了 不过呢 公诉人在此前呢 公布了8月6号 当时审查阶段的这个 陈某某 也就是江泽民女婿的 江泽民 江泽民妹夫的这个 证言的时候呢 只有前面说提醒薄熙来 多次提醒薄熙来 解除王立军的职务 需要经过公安部的批准 但是呢 就没有说下面那句话 啊 这个 咱们有咱们的特殊情况 可以 可以提及的工作 对这么一句话 所以呢 这个 看出来啊 到8月6号的时候 还去找陈某某 来来找这个 把庭调查 来让他说薄熙来的 当时的情况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 中央调查啊 这个中纪委调查组呢 还是调查的 一直调查到最后一分钟 那么这个 呃 现在可以肯定的 就是当时 如果说啊 薄熙来说话属实的话 那么当时 他解除王立军的职务的时候 是争得了 争得了这个组织部部长 也就是江泽民这个派系的 呃 他媚服 这个批准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啊 值得关注 那么到现在为止 也说到今天 我现在说的为止呢 薄熙来对所有的三项指控 啊 盘污 社会啊 这个滥用职权 均做无罪辩护 也说not guilty 如果在西方的法庭 如果说他证据不足的话 那他就有可能存在着 无罪走出马庭的可能性 不过呢 官媒的报道呢 说检方称薄熙来啊 就是没有坦白 自首检举 揭发的重庆情 重庆情理 那么这是意味着 薄熙来将来 不能够像提拉伯部长 刘志军一样被重庆啊 发落 重庆判呢 还是意味着 他就要把 像这个海外的有些啊 网络 海外的有些中文媒体 说的要 一定要判他的死刑缓期呢 那么还是想整个的 这个把薄熙来的辩解 原文本本的告诉中国的民众 是为将来轻判薄熙来 打下伏笔的 现在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看来今天这个 很多的戏要看 明天我们再看 对 好的 这个精彩的看点 还是不少的 下面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 祝北京记者东方 给我们做的以上的报道 下面